第十九集 傅逆羊已經007OT了半個月 他出來工作已經好幾年了 還是第一次參與這麼高強度的工作 在參與審訊之後 這條降寧村真是好恐怖 令到他無管都動了 在這一刻 傅逆羊才真切地感覺到 人性的可怕 比起鬼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雖然夜以繼日的審訊結束 他和眾多園門同事 總算可以暫時休息一下 在整理完口供資料 匯總上交之後 傅逆羊準備今天正常時間收工 短暫地休息一口氣 但是他剛剛收拾東西 還未來得及離開的位置 傅逆羊就急急地走進來 那一瞬間 傅逆羊就知道 他今天的休息又冷過水了 果然啊 傅逆羊在這裡說 傅逆羊啊 監獄裡面剛才打了電話過來 宋婉賢的身體情況 不知為何突然之間惡化 現在已經因為呼吸困難 緊急送往了去監獄內部的醫院 傅逆羊錯佈預測 他的身體惡化很有可能 和他身體裡面的小鬼有關 但是啊 目前我們對於這個小鬼 是怎樣存在他身體裡面的 沒有任何的頭緒 你現在立即去想辦法 去勸服阿蕭瑩 無必將他帶過來 哦 對了 不要忘記叫上張浩一齊 蕭瑩入監獄 很可能需要辦理手足的 而聽到傅停森這樣說 傅逆羊也知道情況非常緊急 他立即穿著衣服向外走過去 只不過 今次的目的地是 猜館 帳號包括整個猜館的同事 已經整二十天沒有好教訓了 這一天 他們的偵破工作 總算是暫時可以告一段落 在完成犯人的疑送和上交員審訊記錄後 林正局長害怕他們撤死 強制性放假給他們 開始了正常的三班島工作 張浩頂住濃濃的黑眼圈和大大的眼袋 忍不住打了下霧 瞬間整個刑警隊都口默默的樣子 但是張浩一窗門口就撞到傅逆羊 同樣掛著黑眼圈的傅逆羊 臉色有點凝重 頓時 張浩下意識地知道 這個下班又凍過水了 張浩為自己默默了一秒鐘之後 立即調整狀態 傅逆羊就開聲了 傅逆羊的狀態不太好 我師叔組和鎖師組都看過了 他身體情況都不知為何突然惡化了 現在因為呼吸困難緊急送到監倉的醫院 很危急 張浩走了沒有 按道理說 他件事交道得差不多 那為何還未去到正式的審判環節 如果他死掉了 少得絕對性正詞 唉 首尾很長 經過審訊宋宇賢之後得知 他養的那隻鬼仔方法極其之陰毒 必須要是跟鬼仔有血緣關係的人 用血肉張揚著 自從宋宇賢被拉進來之後 就沒有再供養過這隻鬼仔任何的血肉 原本宋宇賢斷了供養 應該不出七天就會被反逝而死 但是 宋宇賢把鬼仔封禁到他身體之後 就鑑生吊住了他的命 雖然 宋宇賢用這樣的方法封住了鬼仔 沒有血氣的供養 鬼仔都漸漸衰弱 他們一直在互相消耗著 但之前情況還算穩定 所以他們暫時先拖著 但想不到宋宇賢突然之間就這樣了 張浩就問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必須要請一下蕭小姐 不過因為宋宇賢現在人在監倉裡 需要你去幫忙協調一下 一定要消刑嗎 傅易揚也是無可奈何 是啊 一定要消刑的 因為呢 除了他 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他是用了什麼手段 把那隻鬼仔封在宋宇賢的身體裡 你去哪裡 帳號立即握頭 那走吧走吧 快點去找蕭瑩 我們先進行吧 楚慈揭 霍九燒 傅明淵 和傅庭森 四個人 圍成一圍桌 坐在會議室裡 他們是剛剛看完宋宇賢走出來的 在會議室已經坐了一會了 這個時候 宋宇賢已經被秘密轉移到了監獄當中的醫院 由於他涉及的案件實在是太過重大 而他的證詞 又決定了很多人最終的判定 他們不敢冒險 將他轉移到監獄以外的醫院 傅庭森在旁邊坐著 看著三位大哥眉頭深鎖的樣子 就有點助納不安 畢竟作為一個稱職的弱雞 他一直負責的都是行政方面的工作 現在突然之間遇到這麼棘手的情況 這些大哥都搞不定 他當然緊張 這個時候的會議室 氣氛可以說是相當之凝重 過了一會之後 霍九燒說 老師呀 我真的沒辦法了嗎 楚慈揭沒有正面回答他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距離一審開庭 還有一個星期 霍九燒抄了頭 楚慈揭背了一下對眼 不管怎樣也好 宋遠賢的命 一定要多掉一個星期 但是他現在這樣的情況 壓不壓得過今晚 都是個問題 傅明淵覺得 現在要保住宋遠賢的命 唯一的辦法 就是繼續養著那隻鬼仔 霍九燒知道之後 面色有點難看 父老呀 那…那怎麼可以的 楚慈揭都說 宋遠賢的證詞 對於怎麼判這個罪犯 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如果他死了的話 這件事就非常麻煩了 如果蕭瑩不願意過來的話 那就只可以… 說到這裏 楚慈揭嘆了一口氣 上次的事之後 他現在的身體 已經是大不如前了 現在 他都想不到更好的辦法 霍九燒就說 難道 不可以試下 將這隻鬼仔 和宋遠賢剝離嗎 而霍九燒說完這句話之後 房間裡的楚慈揭 和傅明淵的面色 都更難看 霍九燒才後知後覺地反映過來 對呀 他們甚至都不知道 是怎麼擺進去的 又何談怎麼剝出來呢 想到這裏 霍九燒也有點氣焗 而就在他們討論的時候 突然之間 有一個人急急地衝過來 快點離人吧 宋遠賢沒有呼吸了 這一聲呼喊聲 打斷了會議室內所有人的思路 他們立刻站起來 向著宋遠賢所在的病房 跑出去 第一百五十集 第一百五十集 這一日 笑容麗牌似 看完新聞聯播 就準備下班了 她咪咪摩摩地 收拾了些東西 關上店裡的燈 走到外面 準備就拉閘鎖門 喀一聲 剛剛鎖到門 後面就傳來了 汽車急速的停車聲 然後 蕭瑩滿面問號地 看著前面 張浩很自然地說 是呀 對呀 你好 你都把門鎖了 走吧 去旁邊的傅易陽 就說 蕭小姐 是這樣的 宋遠賢現在情況很危險 麻煩你和我們走回 蕭瑩就這樣 被張浩和傅易陽兩個人 一左一右 拔著她就走了 等到她反應過來的時候 車都快要開到宋遠賢所在的看守所 蕭瑩就是一面莫眠奇妙 什麼 宋遠賢快來不行 有什麼理由 鬼仔有什麼理由會虛弱得這麼快 傅易陽很急地在這裡解釋 因為 宋遠賢一直用這個小鬼親人的血肉來供養 所以 你這隻小鬼好把炮的 不過 這一種強大的代價 就是供養不可以斷超過7天 哦 那你們之前去了做什麼 之前 宋遠賢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們以為 是你故意把小鬼放在他身體裡 就是為了避免他會在7天裡被反逝 我不是 我沒有的 不知道 聽到蕭瑩的說話 傅易陽真的差點被他氣死 而在旁邊聽了這麼久的章號 已經明白了 簡單來說 就是蕭瑩什麼都不懂 就憑著他的超強實力 隨心所欲亂來 不斷搞了一下宋遠賢 而這些圓門的人 就以為蕭瑩在對症下躍 特地這樣處理 兩邊一點溝通都沒有 那現在就搞成這樣 不過 聽到蕭瑩陽這樣說 蕭瑩又很奇怪地問 那你們把那隻鬼仔幫他拿出來就行了 這一天 蕭瑩陽真的被他氣得差點有雲低 蕭瑩呀 張浩就唯有幫蕭瑩陽說一句 嘩 如果他們有辦法把那隻鬼仔拿出來 還用鬼三更半夜去抓你回來嗎 你別說他們不會搞出來 他們甚至乎 你怎樣把他側進去都不知道 張浩這樣一說 蕭瑩就明白了 哦 原來是求他辦事呀 蕭瑩陽的眼睛滴滴地強調 行 行 不過我要收費的 張浩無奈地笑了一下 行 行 沒問題 而等到他們三個人 真是到了困住宋怨的監獄之後 愉快的氣氛就一掃而空了 他們還未來得及走入病房 剛剛走到轉彎位 就聽到醫護人員在喊 快點來人呀 宋怨言沒有呼吸了 三個人對視了一眼 馬上向宋怨言所在的病房跑過去 當他們走入病房的時候 剛巧楚慈蕭 霍九蕭和傅明淵 他們都在正確 不過 在見到蕭瑩出現之後 所有人都下意識地 讓了條路給蕭瑩 楚慈蕭在見到蕭瑩之後 有一瞬間的驚訝 立刻在這裡說 蕭瑩呀 你有沒有什麼辦法 宋怨言她 不過 楚慈蕭說話都未說完 蕭瑩已經走快了兩步 南到宋怨言的病床前面 然後毫不猶豫地 直接伸出手 一瞬間從宋怨言的臉門裡 鑒傷了那隻鬼仔 就這樣 蒙了出來 那一瞬間 隨著鬼仔的哀嚎聲 和宋怨言痛苦的聲韌聲響起 她旁邊已經變成一條直線的 宋怨言的心跳 又開始 瀑布 瀑布 瀑布地 跳了起來 然後 在所有人 無比震驚的眼神之中 宋怨言就這樣轉頭 靜靜地看著這些人 就好像 做這件事對她來說 是如此私空見慣 輕而易舉的 那一刻 在這些人的眼中 因為背光 而神色灰暗不明的宋怨 就好像神明一樣 震撼人心 照亮人間 而楚慈揭得再一次见识到 笑迎已达天天的实力 竟然是如此恐怖为所欲为的 不过来笑迎最近的章号 因为没有开天眼 所以他只可以望着笑迎的动作 而且还因为来得近 所以他很清楚地见到笑迎的表情 还有那个很傲怒的样子 章号甚至还听见他闷尋了一句 可惡啊 又会这么不幸的 都来不及谈价钱 我就做完的事了 又被人压价了 然后整间屋诡异的宁静 没有人敢说话 这个时候笑迎问了一下 章号右手边的衣袖 章号慢慢低下头 见到笑迎静静静地对着他 做了个大拇指和食指捉一捉的动作 章号就明白了 他咳了两声 打破了整间屋的宁静 然后他就开声说 几位大师 几位大师呀 萧营这次都叫做帮了我们大忙啊 不知道你们机构呢 对于这些外部帮助 是不是有一些 什么表示呢 几位大师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神展开的 表情都有一些忘言 作为行政人员的傅庭心 他立刻就得到 他就说会发感旗给萧小姐 还会帮他用其他形式上报申请好市民奖 还带拿拿拿五千元奖金 傅庭心都未表现态 章号就感觉到 他右手边的衣袖 就来被萧营扯烂了 以萧小姐动作这么激烈的程度来看 看怕是对敢旗 好市民奖 或者是这五千元 都不是很满意的了 就在章号准备开声 为萧营再争取的时候 突然之间 傅明云提议 说给二十万 给萧小姐作为报酬 由于机构里面经费不多 又遞属于国家管车 礼卿情义重 他们还想着 如果萧营实在不满意的话 那就加多个敢旗 和好市民奖 萧营听到之后 总算是放下手了 然后她抹了下头 不过呢 官方付钱就不可能 好像以前那样快的了 萧营都相当之通情达理 她笑骑骑地 抹了下头在说 嗯 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忙的 嗯 不用急了 三个工作日之内 打到我帐户 那就可以了 对了 一会儿记得把对接人员的联系方式给我 我说 到尽之后 都可以跟我确认嘛 如果没有其他东西的话 我走了 谈完数据之后 萧营就打算走了 已经八点多了 她还要回家报剧啊 第151集 萧营这份人 就是这么无心无肺的了 但是其他人就不是的嘛 今次对于宋远言的事 他们都要搞清楚才行 楚慈营就在那里问 现在宋远言的身体 被剥离了小鬼之后 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的 萧营想了一下 然后说 嗯 她的命多一年半载 就不是问题的 再长点 嗯 迷些旨意啊 楚慈营扭了下头 又看着萧营手里的鬼仔 那你手上哪个 你准备怎么处理啊 萧营扭低了眼 眼神有点暗淡啊 我本来是想着 等到宋远言的事搞定之后 我再来带走这个孩子的 到时候 反正宋远言这个犯罪情节 肯定要被判枪毙的 我就可以用他的命格 来送这个孩子入轮回咯 但想不到 宋远言竟然一直是用人家的血肉 在供养着这个孩子 造成了极大的反势 业障太重 但是现在看来 只可以提前带走了 唉 现在的话 这个孩子 怕是只可以打散他了 说到最后 萧营都泽了气 甚至还相当的唏嘘地叹了一口气 看见到萧营这样的样子 对这件事都有少少了解的 所以他就在这里说 哎 要是你把这个孩子留给我呢 少盈打了个突 她望着楚慈恰 只是见到 这个满头白佛的老人 她的老师 笑着地跟她说 少盈啊 我是有个天使来的 我愿意为这个孩子 念经祈福 送她入轮会 也算是你帮我这么多次的 一点点的借意 楚慈恰刚刚说完 少盈一点都不客气 把鬼仔塞到她手里 甚至 还相当大方 拿出手机 发了个红包给楚慈恰 多谢老师 发了个红包给你 不要跟我客气 一定要收的 她带着司机 说一声就走了 她怕死走慢了 楚慈恰会后悔 然后 傅逆阳亲眼看着 楚慈恰一手 捏着鬼仔 好慈祥地笑着 另一只手 就拿了手机出来 点开个红包 八点八百元 楚慈恰捏着鬼仔的手 都越压越实 然后 在旁边用余光 瞅到红包金额的负易扬 就在这里说了 楚慈恰 楚慈恰 你知不知道 蕭盈呢 她接一单 囚劳 是两百万 富翼阳甚至 还杀人 诸心地 伸了两只手指 出来 对着楚慈恰 做了个手势 简直就是 道德伦丧 弃尸灭祖 怎么会这么坏的 瞬间 楚慈恰 捏着鬼仔的手 妄言收紧了 随着鬼仔的尖叫声 楚慈恰 无奈感 揉了一下耳朵 送开手 安抚了一下 这只鬼仔 她失笑地说 哼 怪不得知 蕭盈会被宋远言 带这个小鬼过来 否则 草就将这一切 计算好了 就等着我 跳到你的坑里 就看她刚刚的样 估计 都是特意演给我看的 唉 真的搞出徒弟 没有师父了 霍狗小在旁边就说了 那如果蕭盈是这么想的 她为什么不直接来找你呢 楚慈恰拧了下头 唉 这个世界上边 还有谁 虚怒烦蕭盈开口求人的呢 算了 这个小孩也可怜 既然宋远言救回来了 这件事也算告一段落 我们走吧 而在另一边 蕭盈带着张浩离开了 张浩在蕭盈的要求下 立刻送她回家 看电视 张浩开着辆车 过了一阵之后 她终之忍不住在那里问 为什么 我刚才硬是觉得 你好像探望楚慈恰入 这样的 嗯 是啊 张浩趁着红灯停车 有点迷惑地看着蕭盈 蕭盈就理所当然地说 那只鬼仔 我救不了她的 专业都不对口 但是挫持揭就行了 她是天师来的 虽然 我不清楚她具体是怎么搞的 但是我可以确定 她一定可以的 你真是对她有信心 嗯 虽然我跟她有些方面 是意见不合的 但是 她可以坐到今时今日 这样的位置 肯定是有点了道的 实是想不到 送演员竟然是这样 这样的鬼仔的 这些这样的技术 我喜欢不对口的 真的呀 搞到差点一丝两命 我收了客人钱的嘛 如果这件事办不成 我以后还怎样出来搭 肖盈一轮嘴说完之后 张浩没有接到她的说话 或者 在这二十几天以来 接连不断地开工 令她有点累了 她甚至还有一点慶幸 在这样疲劳驾驶的状态下 竟然 还可以安全将肖盈送回家 在加了这么多日通笛之后 她开着车 搭着肖盈回家的这一路 短暂而有安静的时光 令她觉得 是多么美好 而有短暂啊 这个时候 张浩突然之间 想到了之前 肖盈发给她的 叫她不要再找她的那条微信 还有呀 现在肖盈有钱了 应该也不会急着做生意啦 她和肖盈之间 怕车下一次见面是遥遥无期啦 好快 车开到了肖盈的家楼下 她觉得肖盈自己太累啦 而非常明显 肖盈是不明白 张浩突然之间 伤感是什么原因的 她不知道是听到 张浩说的 有缘再见 还是联想到 刚才在车上 张浩异常地沉默 下意识地皱了下眉 她就问啦 你要走啦 张浩扭了下头 去哪儿呀 我回家呀 回家就回家咯 你是准备移民呀 什么有缘再见呀 你用不用呀 张浩真是差点被她这句话激死呀 喂 你之前发微信和我说的 说以后我是归入负名冤馆的嘛 还叫我呀 没什么事就不要来找你的嘛 我没发过的 张浩一面不可自信 扔出手机 她点开了和肖盈的对话框 用手指着最后一条 给肖盈看 什么呀 你没发过 你看看 最后这条就是了 你自己看真一点 是吗 看过 她很自然地接过张浩扭手机 扮了东西看着眼 然后长按着聊天记录 她想都不想就按了删除锡 张浩在旁边眼都瘫了 小型按完之后 把手机又塞回给张浩 转转头就走了 快走进大门口的时候 小型转转身看了张浩一眼 她皱了下眉跟她说 你不是回家吗 你不是回家吗 还不走 杀熟狗头的干什么 再见 再见 第152集 在法庭上 在法庭上 随着法官的法徐 庄严落下 正义的钟声 终于哮响了 以宋锦言和宋婉言为首的特大团火性犯罪组织 正式算盘 宋锦言 宋婉言 包括宋莫文在内的团火高层 因为故意杀人罪 绑架罪 贩卖妇女等等重大的罪行 訴罪并罚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 判决的结果一出 除了宋锦言和宋婉言在内的其余人等 对于这样的判决结果 真是全身都坦了 留下了 懊悔的 噩鱼的眼泪 至于宋锦言和宋婉言 他们两个 那对眼 麻木而空洞 他们两个 在被小型搞到 慢慢发恶梦之后 在这个时候 死 已经变成了解脱了 但是 对于这样的大恶之人 死了 就真是一了百了了吗 如果真是那么容易解脱 闫罗王的十八层地獄 难道 真是成为摆设 而入狱等待审判不够半个月的时间 宋婉言和宋锦言 已经彻底受到落晒刑 本来这个帅帅美女的样子 现在已经没有了 是啊 现在这个鬼的样子 才应该是他们真正的样子 颓废 灰败 已有绝望 而作为风头正盛的流量小花 竟然爆出了如此荆天的大案 就算官方有心想押也押不住了 随着宋远延连日在公众面前消失 这个消息就唱通街了 在法庭宣判当日 宋远延的八个官方大站集体宣布关闭 所有粉丝在当日取关宋远所有社交账户 当代的年轻子女在大是大非面前 空前地保持了惊人的统一 三观或者会有不同 但是底线绝对不允许踩答 而随着一审的判决 发除的落下 警方正式为715专案遇难者 和英勇殉职的年轻警察 展开了宋远的追悼仪式 那一天 前来哀悼的社会各界人士的鲜花 铺满了整个烈士灵源 而少盈都亲自带着姜与希 也就是之前殉职的那个警察的鬼魂 带着一盏菊花来到了她的墓前 看着墓碑上面女仔年轻的容颜 和灿烂的笑容 她难得地将装着姜与希灵魂的那只公仔 抱在怀里 小盈静静静地说 你现在可以放心了 而那只公仔微微闪着红光 似乎是很开心 又似乎是在向小盈表示着感谢 然后又好像终于放心一样 慢慢不再有任何的回应 就好像终于成员了结 开始了一段新的修行 离开烈士灵源之后 小盈回店 她打开电视 刚刚在播五家新闻 近日 北京市破获了一起 特大恶性团体性犯罪案件 此案件涉及人员之心广 令人可言 此案一出 中央极度重视 总共出动超过一千名警力 各部门通力合作 共计落网两百余名犯罪分子 倒破一百多个犯罪窝点 遍布全国四十几个城市 共计营救超过一百名妇女儿童 同时 在此案的侵破阶段 共有四名警员以身殉国 对他们为国家所作的牺牲 表示沉痛哀悼 并追封为烈士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新闻 昨日 我市一犯罪嫌疑人 在送往监狱外就医的过程中 杀害两名医护人员在逃 最近一次出现警方视线 在老城区附近 该男子身上 共计背负六条人命 相当危险 现警方向全市援赏两百万元 援赏该男子的位置 如有市民发现干男子的行踪 目标第一时间通知警方 以下是男子的照片 在这个时候 小盈隔离那只乐神公仔在说 哎 最近又会这么不太平 还有杀人越狱 而且还连我们很近 如果是这样的新闻 平时估计都引起很大的轰动 但是现在 在宋远言这件事的陈托之下 竟然都黯然失色了 小盈瞄了下嘴 嗯 六条人命 又是一个等着打把的 你一个女孩出街 要小心点哦 这种人窮凶极恶 她都害怕呀 最近你去哪里 要带我呀 说完之后 小盈伸了个懒腰 打着个下午在那里说 哎 哪有这么巧啊 你当我是康南吗 说说下 小盈望了下手机 嗯 去吃饭啦 五点的啦 小盈现在是几百万身家的人啊 她当时就决定 直接关门下闸 出去吃完饭就回家 要知道 小盈是不会煮饭的 她这一世人 煮个唯一一样 可以算是送的东西 就是一碗清汤棉了 她老爸就吃到 流落感动的泪水呀 啊 林直和小盈真是对小盈一点要求都没有 无条件宠爱的 幸好 小盈她自己三观正直 如果不是呀 早就更坏了 所以可想而知 在林直和小盈离开的这段时间 小盈一直都是靠着外卖和买 出去那些饭店那里生存的 而她今天的晚饭就决定 去吃烤肉制作餐 大冬天 当然吃多点肉啦 她吃完之后 了住牙在那里走出那饭店门口 在她前面 有一道一闪移过的人影 令到小盈挑了一下眉 小盈在那里想 这么巧啊 难道我真的看难 小盈糾结着 是要走人 还是拿两百万的时候 一道人影身后的麗鬼忘云 瞬间就勾起小盈的兴趣了 竟然连麗鬼都卖不到她身了 又真是挺猛的 不过 麗鬼卖不到身而已 有我小盈就卖到 唉 真不好意思而已 都不知是否走了狗屎运 她已经有钱自己送上门 跟着她 想想一下 小盈就远远地 吊起那只麗鬼后面 又再又再跟上去 第153集 而在这条新闻发布的前两天 市警局真是焦头烂颜 好不容易刚刚搞定了715 这么大宗案 本来打算大家放假休息一下的嘛 猜不到本事竟然又发生了 恶性重大的杀人事件呀 这个时候 张浩和同路都面识 凝重地在法医室里面 在场的 还有心理师麦白和法医苏叶 苏叶语气很沉重 今次这宗案 一共有四名死者 是一家四口 死者陈奕明 男48岁 致命伤是颈动物破裂 死前身上有被捆绑的痕跡 死者 乔南 女45岁 致命伤是 下身冠穿伤 死前有被侵犯的迹象 根据提出的DNA显示 是死者陈奕明的 死者陈雨晨 男17岁 致命伤是刺伤腹部导致带出血 死者陈乔洛 女11岁 说到这里 素叶叶叹了一口气 就算素叶见过这么多尸体 已经说得上是可以麻木不仁的了 但是 他仍是觉得 这宗案的兇手 残忍得 令他全身发怠疼 然后他就继续在这里说 陈雨乐 生前 被刀骗了九十八夜 死因 失血过多 而苏叶刚刚说完 法医室里面 有着短暂的直静 过了一阵之后 同路就说了 这宗案的兇手已经自己手了 男性 名叫高长 是陈亦明的同事 他杀了人之后 自己报警自首的 张浩就说了 什么 这些恶性杀人事件的兇手 居然自己自首 同路闹了下头 根据当时接线员的转述 高长打电话报警的时候 非常之惊 他说自己有精神疾病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就发病了 现在刚刚清醒过来 但是就为时已晚 他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陈亦明的家 也不知道 为什么陈亦明全家 全部都死了 所以他就急于报警 自首了 苏叶听到这番说话之后 就在旁边冷笑 哼 现在的人真不知丑的 犯了案 杀了人 就说自己有精神病 讲讲下 他一直谷着的那道气 终于炸开了 素叶走到陈雨落的尸体面前 他的眼眶 布满血丝地说 你们过来看看这位受害者 看看他身上的伤口 你们知不知道 我做了多久的试剑 才完全结束 究竟是怎样的禽兽 才可以对这么小的小女孩 做这么残忍的事 他将人家全家杀了 一家四口四条人命 还自首 我顶着他的肺 他杀人的时候 落手这么重 我根本就不相信 他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见到苏叶这样的样子 张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冷静一点先 苏叶 正正是我们不想 让这个兇手 以精神疾病的理由 可以脱身 所以我们才找墨白 你先配合一下墨白 等他根据死者的情况 初步对兇手 做一个心理描写 现在 受害人的死亡 已经摆明了 而我们做得的 就肯定是出行力 让这个兇手 得到他应有的判决 听到张浩这样说 苏叶虽然很激气 但是也是有分数的 苏叶很简难地摆了下头 对着墨白就说了 根据四位死者的死亡时间 和伤口来看 第一个死的是陈雨晨 死亡时间 预计是昨晚八点 然后死的是乔南 他是被侵犯自死的 死亡时间九点左右 但是奇怪的是 从他身体里提取到的 竟然是他的丈夫 也就是另一位死者 根据陈雨晨血液噴射的轨迹 做了清晰的还原 听到这里 所有人的面色都变得很难看 在一阵令人煎熬 已有难忍的直症之后 帐号率先打破了沉默 所以 有没有一种这样的可能 首先 我不管陈亦明 到底是蓄意谋杀还是真是疯 他首先要去到陈亦明的家 反正他们是同事 要上他家 求情一个借口就可以了 然后他到了陈亦明的家 他居然发现他们一家四口 全部都在 在这里 高祥就担心有两个男人在 他无法顺利地实施犯罪 于是 他就首先选择杀了陈亦明的儿子 陈雨晨 最后 他只要杀完人第一时间就夹着陈雨落 这样 刚刚死了的儿子的陈亦明和乔南 就极有可能可以任他母 任他为所欲为 如果他们不肯的话 说到这里 帐号停了一下 好像有些不愿意 将跟着下来的东西继续说出来 还没等他开声 默白就接了下去 如果他们不肯的话 很有可能 高祥会用虐待陈雨落的方式 来逼他们就范 一般情况下 普通人在遇到这样的事 心理防线是会彻底崩溃 任得犯罪者摆布的 我想 高祥要陈亦明和乔南做的事 极有可能 就是叫陈亦明 当着陈雨落的面 侵犯他妈妈乔南 或者是因为顶不顶 这些这么压抑的气氛 说到这里 默白都停下了 他慢慢地吐了一口气 张浩咬了下牙 他条颈上边 甚至都有一些青筋飙伸起身 张浩接上了默白 还没说完的话 不过 虽然是乔南死了 但是极有可能 死得不够惨 高祥又不是太满意 又或者 他单纯就是瘋的 所以 他就选择用条绳 绑着已经彻底失去反抗能力的陈亦明 根尾要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 被他虐杀 你想想 陈亦明已经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人杀了 根尾还亲手虐杀了自己的老婆 现在还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人虐杀 我想 最后高祥可能是觉得陈亦明的反应 已经足够愉悦他 所以 他才选择一刀搞定陈亦明 过了一阵之后 默伯扭了下头 嗯 是啊 根据死者的死亡时间和试检情况 看怕都是这样 不过 这些都是我们的初步推测而已 具体的情况 我们还是要等见到高祥之后 对他进行深度的审讯之后才知道 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